我们都知道做股票或者是任何的投资 你都要有停损的观念 那么政府会不会来救这家公司 他一定要看这家公司有没有这个价值 我讲一个故事 以前呢 今天我们要来讲如新专案 就是全世界代工牛仔裤的最大的一家工厂 可是很不幸发生了一些状况 所以股价一直跌 跌到了进入了全额交割股的一个程度 最近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觉得说这只股票 从几十块打到剩下两块多 一张只要两千多块 随便买个两三张 说不定有一天他就会翻身起来了 大家的想法都是从比较有利基的方向去考虑 有些投资朋友就讲说 国发基金投资进去了15亿 政府有可能会眼睁睁 就看着这15亿打水漂打掉了吗 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他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奋勇的进去买这档股票 至于说这一家公司 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浴火凤凰呢 再度的重申呢 在台湾的股票史上面 打入全额交割之后 再回到正常交易的股票 是有的 不过呢 凤毛领长 其实最精彩的是什么 是下市的股票再重新呢 上市一赚赚了上百倍的利润 有没有这种例子呢 有 可是呢 台湾股票史上将近60年的历史 只有一家公司是下市之后 重新整顿 再重新挂牌上市 就是现在的利基店 他在下市的时候 叫做利金 利金是做DRAM 在2008到2012年 这五年的期间之内 因为DRAM的价格呢 崩跌式的大跌 导致呢 利金当时呢 年年亏损 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 在外的负债高达了1200亿 他的资产完全没有办法去抵债务 他的净值呢 已经低于零了 只好黯然下市 他在下市的时候呢 他的股价是多少 0.29元 就是290块 就可以买一张股票 在台湾的股票史上 屡见不鲜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他在要下市的前11天开始 每天涨停不来 因为呢 一堆人跳进去买 为什么要买这种 即将成为壁纸的股票 就是一个字 赌 赌这一家公司 以后能够成为玉侯凤豪 必须要这么告诉大家 赌赢的几率呢 比你去赌场里面赌博 赌赢的几率还要来得低 利金呢 他在2012年呢 黯然下市 下市三个月之后 黄崇仁董事长 他在市场上 打力的收购 利金的股票 他用多少钱买 三毛买 当时呢 抢进去这一档股票的投资朋友 你买的可能平均价是250块 现在有人要300块跟你买 你卖不卖 没有人不卖 所以呢 收购回去40万张 大家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收购这么多 因为怕这些小股东 绝本无归 所以呢 还是比市价高一点的价格 我们来跟大家收购起来 让大家呢 不至于血本无归 在他重新整顿公司的过程之中 他把第一任的部门 分拆了一部分出来 专门做金元代工 另外呢 0.3元 收购的40万张股票呢 到最后变成24万张 因为有减资这些动作 很厉害的是 2013年开始 第二任的价格回升 所以他在呢 2013年到2021年 这9年之间 他不但呢 把1200亿的负债全部偿还了 而且呢 他的净值呢 大幅度的提高 他就重新呢 用利基店的名字呢 重新上柜了 上柜的第一天的收盘价是多少钱 75块9毛 因为减资的关系 所以他变成24万张 我们再把它折算成40万张的话 等于他的价值呢 是45,000多块 从一张呢 290块的成本 9年之后 他变成45,000多块 一共涨了多少倍 157倍 黄董事长一共赚了多少钱 180亿 利基店为什么能够成功 因为呢 董事长呢 不但没有跑 而且呢 还在全心全力的整顿公司 这个是他能够成功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大家认为说呢 如新万一有一天呢 他也翻转成功了 他的股价呢 也回到呢 75块的话 那赚多少啊 所以大家来读读看 那如新呢 他有这样的董事长吗 没有 董事长已经跑了 而且半年之后 金管会才知道他跑掉了 因为呢 那时候他的财报 发现上面董事长的名字 跟金管会这边登记的名字不一样 上市上柜的公司 董事长换人的话 一定要通知主管单位 古往今来了 董事长会跑掉的公司 大概没什么希望 当然说不定呢 天上会掉下来个奇迹 还有一些投资人的想法是说 国发基金丢进去15亿 政府会眼睁睁地看着 当初投资下去的钱都消失掉吗 所以呢 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来救这家公司 问题来了 我们都知道 做股票或者是任何的投资 你都要有停损的观念 那么政府会不会来救这家公司 他一定要看这家公司 有没有这个价值 我讲一个故事 以前呢 有一家唐龙铁工厂 现在他还在 他从日据时代就成立了一家公司 当时呢 他在台湾 他算是第一名的企业 以前叫北大同南唐龙 唐龙这家呢 后来因为他扩张的太快 那么资金周转不灵了 那眼见着 炎炎一息了 这个时候呢 政府就进来救他 政府把他的公司呢 通通收归国有了 然后重新整顿 之后呢 他还真的挂牌上柜 这个是呢 政府接收下来 整顿成功 起死回生的一个例子 为什么政府当时要救 因为当时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招牌 不能被人家拆掉了 所以他非救不可 如心有没有这个价值 好像没有吧 今天叫政府再丢个15亿进去 把它救起来吧 有可能啊 当然你觉得2000多块 我买一张 输光了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抱着这个观念 当然很好 一人一票就如心 OK 这个 你要抱着这种观念 也OK啦 如果说你知道 O-In赌一把的话 那我确定 还是善失而后行 以后呢 一定还会有别的公司 也碰到这种同样的情况 我只能告诉大家 在过去呢 我接触到这些赌博呢 从来没有赢过 只有呢 立即练赢过 我们祝大家呢 都赌对了 然后呢 赚到大钱 中天财经频道 与钱同行 通膨时代来临 荷包一缩水 台股美股ETM 基金外币黄金 虚拟货币还有头显 如何投资理财 创造被动收入 实现财富自由 房市火热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价越打越高 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 请锁定每周二五晚间八点钟 中天财经频道 张亚婷和您以前同行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最热门的新车常鲜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 猪猪哥来聊车 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点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周报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也知道 凡是跟资金有关的市场 都会收缩 所以房屋市场也是一样 明年的利率 是绝对高于它 所以明年应该 它最后它的决定是2.8 欧洲绝对是 恶物产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到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密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鱼费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